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吞咽的时候 注意力不集中 这个情况其实是经常发生的原因 就是一边说话一边笑着 还想着别的事情 一走神 咽东西的时候就枪住了 有的时候枪得厉害一点 还会很危险 所以今天要特别的跟大家再交代一次 在我们这个年龄吃东西的时候 要不想别的事情 做一件事就只做这一件事情 不要又想说话又想笑 然后一下枪住了 还有一点要提醒呢 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的量啊 不要太大 特别是在我们吃药的时候 年纪大了嘛 难免会吃一些药物 中药也好 西药也好 特别是粒粒的那种 一粒一粒的药片 依次呢 最多放三粒 通常情况下 就一粒两粒 最多三粒 不能放一把这样 往嗓子里边吞 它常常呢 容易枪住 甚至吸到气管里边 变成了这个坠入性的肺炎 就是它马上就会窒息的 我们的气管是不容许 我们把东西吸进去了 错误的吸到了气管里边 枪到气管里 然后还继续往下吸的 我们身体有一个本能的保护作用 就是会让我们的喉头 我们的嗓子眼 那个气管的高端 立刻就惊乱 把门给堵死了 不让你再往下吸了 这时候容易窒息 人反而会发生生命的危险 一定要注意在吃饭的时候 吃药的时候 不要去跟别人说话 从喉头下去以后是什么呀 喉头下去就是食到了 对吧 我们现在挺常见的一个病是什么呢 是喷门部的这个食物啊 从胃里边反流 上次有朋友提到了 这个反流的这个情况很常见 希望我们大家以后 不要吃很烫的饭和很辣的东西 上次忘了说这件事了 因为我们中国餐的食物呢 一般是温度比较高的 都是油锅里爆炒出来的 锅里边滚烫的端上来的 如果吃的太烫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喷门 就是进味的那个进口 把那个地方的粘膜给烫坏了 久而久之烫坏了 再加上一些很辣的东西 特别辣的 而且吃的量很大 常年累月的 就把那里边的粘膜呢 就给破坏掉了 它是很焦嫩的 它里边的这一层膜 像我们嘴唇拉开 口腔里边的粘膜那么润 很滋润很细软的 所以不能经不起我们这样的摧残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到了胃里边 我们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大家想好了 前面就是说了很多遍 要嚼细 要慢咽 我们每一顿饭吃饭的时候 老人家最好上一个表 很多人就是三五分钟就把饭吃完了 做的挺细致 做了很长时间 吃的时候相当快 甚至吃完了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 这是经常看到的 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要上好表 吃饭要在20分钟以上 不超过25分钟 不能五分钟吃完饭是不对的 那说明你没有细细的拒绝 胃也来不及慢慢的研磨 吞得太快了 那我们在胃这个地方 最容易得的是什么病呢 最容易得的 首先就是喷门那个地方 闭合不全 胃里边的食物 或者是胃酸反流 胃酸是2%左右的 非常非常酸的 它越往上反流 它越把食道这个进口 食道和胃相连的这个入口 把里边的黏膜给烫烂了 烧坏了 它都可以把肉给烧烂 当然也可以把那么柔软的黏膜烧烂 越烂了 越水肿越发炎 有了这样的病 它肿了 它更合不炎了 就更容易反流 一定不要给自己造成这种伤害 那么除了这个 喷门不需要注意 其他的呢 就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 这个是最先容易得的 浅表胃炎呢 就是表面 我们胃的表面呢 有一些小的浅浅的 很浅的 那些炎症 相当于我们 如果长过口腔溃疡的话呢 你可能也拉开来照着镜子看过 就是有红色的 那么一小片一小片子 再往再严重 如果你在浅表性胃炎 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怎么样 变成一个溃疡了 浅表的还不至于说 溃疡就是成了坑了 已经是成了坑了 那么这个成了坑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浅表的 再不注意呢 就会穿孔了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常年累月的 有这个溃疡的话 不愈合 也自己吃饭 仍然不注意 仍然刺激它 让它经常觉得 胃痛不舒服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容易激发胃癌 这个是很可怕的 那食物从胃里边出来了之后呢 马上就到了 我们看见下来以后呢 就到了左边呢 是肝脏 右边呢 有个伸出来的小舌头 那个是胰腺 肝脏里边有胆囊 胆囊是在肝的下面贴着的 胆囊是附属于肝脏的 它呢 是接收的全部都是肝脏 分泌出来的胆汁 胆囊本身只是一个口袋 它不能分泌胆汁 胰腺呢 是分泌胰岛素的 胰岛素是通过血液 流传到全身去的 通过血管血液走的 但是呢 胰岛本身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通过血液 它是分泌的 胰岛素 去 降低血糖 另外一个呢 它自己本身能够产生 三种帮助消化的酶 一个就是唾液里边有的淀粉酶 胰岛里边也有淀粉酶 第二个就是胃里边的胃蛋白酶 胰岛里边也可以分泌胃蛋白酶 但是它就是胰岛的蛋白酶 另外呢 还有胆汁里边来分解脂肪的 帮助脂肪吸收消化的胆汁 胰腺呢 也可以分泌脂肪酶 所以 胰腺除了能够分泌胰岛素 到全身去以外 它对于消化系统本身来讲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酶 就是从我们人的口腔开始 淀粉酶 胃蛋白酶 然后胆汁的脂肪酶 胆汁其实不是脂肪酶 不是脂肪酶 它是能够消化脂肪 帮助消化脂肪 主要的任务 肝脏对于食物里边来讲 主要是要分泌胆汁 消化脂肪的 如果我们没有细细的拒绝 没有让唾液淀粉酶 充分的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又往下一关 又进了胃 胃也没有很好地把它消化 因为太大的一块一块的肉 它根本就消化不了了 很长时间才能消化 没有彻底消化 然后胆囊又很不幸 肝脏也不好 胆囊也不好 胆囊被摘除了 现在胆囊摘除的人非常多 没有了胆囊 我们每一天会有一千多毫升 一千多毫升左右的胆汁 分泌来帮我们消化脂肪 如果肝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请问我们食物进到了小肠里边的时候 谁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消化这些食物呢 这个时候只好让一线挺身而出 来挽救前面各个关卡 各个程序他们自己该完成的任务 没有好好完成 最后还有一个人来承担一切最后的责任 那就是一线 所以一线是在这个情况下 它是额外的辛苦了 本来应该它也可以分泌 但是呢尽量的在我们每一个关卡自己来完成 那么一线一旦经常的要分泌大量的消化酶 来帮助消化食物 它自己本身的能量就消耗了不少 然后再来分泌胰岛素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来生产足量的胰岛素了 来是分泌胰岛素 还有呢就是我们分泌胰岛素的时候 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呀 胰岛素是帮助血糖快速的进入我们人体的细胞里边 快速进到人体细胞里边 做什么呀 被人体细胞所利用 进到我们肌肉 我们腿上胳膊上全身的那些肌肉里边 肌肉的细胞里边 肌肉就会拿到胰岛素 在细胞的表面下命令 然后每一个细胞 它就把它的门全部打开 让我们血液里边吃的食物的营养 特别是糖分 快速的渗透进了我们的细胞的膜 就是它的墙壁 然后快速进到细胞里边 让我们的细胞各司其职 完成我们生命的功能 如果没有足够的胰岛素 那么食物通过血液 消化到的血液 进入了我们的全身的血液之后 它们都到了我们的细胞面前 但是它们进不去 它们敲不开我们每个细胞的大门 所以胰岛素其实就是 无数的 眼睛看不到的 液体的那种小钥匙 它们一定要到 我们的每一个细胞膜的表面 去发挥作用 它在血液里不发挥作用 到细胞的表面去发挥作用 让血糖赶快进入细胞 进入了细胞里边 就去产生功能 就去劳动 就消耗掉了这个糖 否则呢 即使是这些糖通过血液 流遍全身 送到了细胞的面前 细胞也不能让它们进入细胞内 等于怎么样 又重新流回血液里边去了 在我们全身的血管里边流糖 这最后怎么样呢 血液里边的糖高了 到了肾脏的时候 是一定要被排出去的 因为血糖在血液里边很高 对血管是很大的伤害 血管的内壁被泡到了 很甜的糖里面 这样会把血管的内壁 给损坏掉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肾脏就怎么样 把这些糖就通过小便 排出去了 就变成了糖尿病 那这个尿里边的糖本来应该在哪里呀 应该在细胞的内部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介绍呢 就知道 胰岛分泌 胰岛素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我们最后 反复的这样长期的身体 是这种状况 就是血糖很高的话呢 细胞呢 对胰岛的这个胰岛素的反应 也很迟钝了 身体还反而拿不到 那些需要的糖的营养 身体呢 很瘦弱 很无力 会产生很多的病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糖尿病 那么我们的这个胰岛呢 最后呢 他们也会慢慢的丧失了 生产胰岛素的能力 这个是最悲哀的 就是一开始血糖高啊 发现血糖高一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胰岛 还是能够生产胰岛素的 可是如果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的胰岛 已经不能够生产胰岛素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吃那些个 不要让血糖生的太快的 粮食和水果 要吃呢 血糖生的比较慢的 或我们做饭的时候呢 不要做成吃到肚子里 就是喝了一碗糖水一样的这种饭 比方说 粤菜馆的粤菜大粥 各种各样的粥 我们中国人爱吃的熬的粥 熬的稀饭 那些米都已经很烂很烂了 都不成粒了 这样我们把它喝到肚子里 嚼在嘴里边是不甜的 不甜的 但是到了血液里边 他们很快 血糖就生上去了 这种食物 还有细米 白面 筋面 做的馒头 米饭 点心 这些 这些食物 他们都是生血糖很快的 血糖 快速升高的时候 胰岛就会赶快生产胰岛素 大量生产胰岛素 赶快把这个血糖降下去 但是呢 由于血糖快速的升高 胰岛素就要加紧工作 好像抢救室的病人来了一样 而不是按部就班的 生产适当量的胰岛素 他每次都会超量的生产 而且非常的疲劳 生产了很多的胰岛素 然后呢 血糖里边 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了 大量的胰岛素 那血糖是不是 在早期啊 还没有变成真正糖尿病的时候 血糖是不是很快就降低了 是的 血糖很快就降低了 那些糖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细胞里边了 被利用了 但是由于过低 所以人就饿得特别快 等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 就饿得不得了了 又吃了大量的淀粉 精米细面 粉丝 点心 这些粮食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血糖又重复了那个老一套 很可怕的 反复的这样重复 今年累月下来呢 胰岛就在长期的超复合的 像抢救室一样的抢救性的工作 他们精疲力尽了 胰岛里边的β细胞 专门生产胰岛素的 他们就罢工了 罢到最后 机器也锈了 工人也都不会干活了 最后都退休了 这时候 无论你怎么样注意饮食 那胰岛也恢复不了了 只好去打胰岛素了 那就是从牛身上取来的胰岛素 牛也有胰岛 也有胰腺 把动物身上的胰液 做成胰岛素 加了少许的生物化学的东西 配合的混合的 打到我们人体身上 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很悲哀的情况 到了这一步 为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说是什么呢 等于我们人体自己的工厂 胰岛是生产胰岛素的工厂 他们已经怎么样 不国产了 因为你已经有进口的了 你从牛身上搞来了 牛胰岛素了 那你们就去用进口的东西吧 国产的工厂就解散吧 这是很悲哀的 一到了这一步 就基本上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再挽回到 完全正常的状态了 早期发现血糖有点高 但是还不是很严重 注意一点还能调回来 或者每天早上就吃一粒酱糖药 还没打过胰岛素的时候 弄一把力 那个时候你的国产工厂还能干活 好好保养保养 还是能干活的 注意饮食 我们后面有时间 我们再讲 怎么样来饮食 我们现在要讲它的危害性 都会对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每一个部分会引起哪些危害 所以对于胰岛来讲 这是很悲哀的 还有一个就是 暴饮暴食 吃大量的油炸食物 鸡丫鱼肉 大量海鲜的时候 我们的胰岛容易发炎 就叫急性胰岛炎 急性胰岛炎 是一个非常不好治的病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一线在胃的后面 在肝的旁边 一线的背后是谁 是脾脏 然后呢 一线往消化道里 放十二指肠 从胃一出来的那个小肠 叫十二指肠 我们说了像中国人的那个 提的那个大茶壶的茶壶瓣一样 那么 往左边拐的小肠像茶壶瓣 一线伸出来好像茶壶嘴一样 其实那是一线的尾巴 一线的一线头 是藏在我们十二指肠的这个环形里边的 所以它这个手术是非常困难的 同时一线的导管要有一个管子 一个口 它的开口和胆汁的开口 它们是一起进入了我们的小肠的 就这个十二指肠的 所以呢 它们的这个开口是非常精细的一个结构 在这里做手术 把一线想发了炎的 没救了的一线想拿掉的话 简直不太可能 非常非常不可能做的手术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的一线给搞坏了 它是一个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 好 从一线 我们往左上方看 我们有肝脏在这里 我们上次说过我们的肝脏 正常的肝脏 是紫红色的软软的 现在我们多见的是什么呀 脂肪肝 现在脂肪肝的发病率 在现代人里边 无论是中国的 西方的 非洲的 非洲也不少 现在你看 你看肥胖的人就是 大部分 只要一看到肚子挺得很 很明显的那种人 基本上肝脏都是 至少是一个轻度脂肪肝 轻度的 轻度的脂肪肝 慢慢的发展 不赶快改变饮食习惯 就会变成中度脂肪肝 然后变成重度的脂肪肝 脂肪肝就是我们 血液里边的油脂 太多的堆积在 这个肝脏的细胞周围了 我们知道我们从 大肠小肠这边 整个消化系统这边 所有的静脉 它们都是回到门静脉 肝门静脉的 所以我们从肠道里边 吸收的那些脂肪 当然也是要先进到 肝门静脉 肝脏是很想把这些脂肪 转化成蛋白质 或者转化成葡萄糖 身体是可以利用的 肝脏是个化工厂 我们上次讲过的 但是无奈何 您吃的肥油太多了 吃的蛋白质太少了 吃的粮食太多了 血糖容易高 吃了太多的脂肪了 血脂容易高 血液里边的脂肪太多了 就都堆积在肝脏细胞周围了 所以肝细胞呢 就由于脂肪的间隔 把它和我们血管里边送来的 正常它要吸收到的营养 它就隔绝开了 而肝细胞代谢以后 它有排泄的那些垃圾呢 也就不容易在很准确的 被我们的静脉小小的 那个微循环的静脉系统 吸收走 垃圾运走 营养送来 都在这个油脂的这种 围隔离下呢 都障碍了 障碍了 所以肝功呢 就要受到破坏 肝细胞没有足够的营养吃 很多垃圾排不出去 肝细胞怎么样 就肿胀 肿胀呢 体积变大 肝细胞的那个膜 那个皮就破裂 然后释放了肝细胞 内部的转氨酶 因为转氨酶在我们身体 大部分的地方都有 但是最多密集 最高量的是在 肝细胞和心脏细胞里边 所以如果你心脏 没有问题的一个人 到医院一查 肝功不好 转氨酶高 一查肝功有问题 是脂肪肝引起的 早期可以逆转 轻度脂肪肝 重度呢 比较困难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重度脂肪肝 就不好办了 当一批 一批肝细胞 由于营养不良 由于垃圾的排泄 受到障碍 血液循环也预阻在那里 都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这种情况怎么办 慢慢的 每一次严重的肝功不好 都说明 有一批肝细胞 过分的肿胀 把细胞内的转氨酶 释放出来了 久而久之 一批一批的肝细胞会死亡 最后就形成了 很细小的斑痕 肉眼都看不来 然后到中度重度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肝纤维化了 就好像调索一样 一开始很细 比较少 慢慢密集 粗大 疑少巨多 最后整个肝脏 就有很多的斑痕 再往下严重 斑痕收缩 肝脏萎缩 变小了 最后肝萎缩 萎缩了 肝功更差了 能够活着的肝细胞 越来越少了 肝萎缩 最后肝坏死 就要移植肝脏 或者生命都有危险 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脂肪肝 它是早期能够发现的时候 只要我们把体重控制下来 还是可以 完全可以挽救的 我们的体重呢 标准的来讲 应该是我们的身高 减105 这个标准的系数 身高减105 就是你的标准公斤数 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人呢 可以在这个标准公斤数上呢 再加上那么两三公斤 三四公斤都问题不大 但是不能多出10公斤 甚至20公斤 这就是一定一定要解决的 它就是你的病根 影响我们当百年长寿不老松的 这个美好的愿望的主要的障碍 就是体重超重 好 我们一个是肝脏 它是一个主要的腺体 消化腺 非常重要 它要生产600多种的酶 我们的肝脏 能生产我们人体必须的600多种的酶 所以如果它受到了障碍 那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就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下面我们来看 对不起 是不是有谁想说什么 好 那我们还往下讲 那我们在这些方面 我们讲到这里 就是其实都是在注意饮食的问题 注意饮食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到了肠道了 到了肠道 小肠是负责吸收营养的 负责吸收营养的 大肠是负责排泄垃圾的 排泄垃圾 那么在这个小肠吸收营养 大肠排泄垃圾的这些的器官中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应该让大家能够知道 那个就是什么呢 一生菌 有益于生命的好细菌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到 提到 我们看到我们的大肠 大肠 我们看到左下方 最左下方写了个蓝尾 我们上一次讲过 在盲肠的盲端的最最顶端 在小肠和盲肠相交的 那个肠臂的下端 有个像我们小母植头 那么大的一段小肠 它也是盲端的 它不是两头通的 它很小 它是我们的益生菌的小仓库 但是现在很可惜呢 益生菌在肠道里的含量 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肠道里的垃圾太多了 有营养的东西越来越少 特别是由于年龄 和身体体质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年龄 是在刚出生 比方说 我们假设刚出生的小孩子 他的身体里边和外边 他含有的益生菌的含量 是应该算 假设把它设为百分百 给他一百分 打一百分 那么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呢 大概呢 还剩下五十分 到六十岁怎么样呢 在六十岁的年龄的时候 这是一个是年龄 第二个条件 就是说身体一贯很差 特别是消化系统一贯有病 还有呢 就是做过化疗放疗 做过就是一些很严重的手术 常年吃药啊 这种情况下 肠道里的益生菌 健康的老人家 健康的老人家 在六十岁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 有很多病的那些老人家 或者年轻人 他们的益生菌 在这个含量上 就相当于六十岁的老人了 那就是只剩下百分之五左右 甚至有的就很少很少 都测不出多少来了 就是坏细菌多 好细菌少了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检查 就是用仪器来检查 我们的消化道 没查出任何毛病 没有查出任何毛病 但是就是消化不好 最后其实是什么原因 是益生菌太少了 不好的细菌太多了 这个比例失调了 好的益生菌 应该努力的让它能够 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七十八十以上 越多越好 坏细菌越少越好 益生菌是不是只在尝到 其实益生菌全身都有 全身都有 我们的眼睛 我们人的眼睛里边 也有益生菌 每一个眼睛里边 只有一颗益生菌 眼睛一睁一闭 我们的眼睛 对着空气的 它需要益生菌来站岗 益生菌是好细菌 把我们站岗放哨的 抵抗外面的敌人 来侵略我们的 那么在口腔里边呢 嘴巴里边有多少呢 有二十克 二十克 肺里边有多少呢 也有二十克 鼻子有多少呢 也有二十克 就是说我们的口 鼻 和肺 都各有二十克左右的益生菌 不到半两 五十克是一两 对吧 二十克 二十五克是半两 就不到半两 皮肤有多少益生菌啊 皮肤的益生菌 比较多 因为皮肤面积很大 它有两百克 哪里的益生菌最多呢 就是在肠道了 肠道里边有一公斤的益生菌 一公斤的益生菌 益生菌很小很小的 非常小 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到 保护它的健康 而且呢 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代谢里边的 许多的功能 它都能帮着做一个平衡调解的作用 调解的作用 所以呢 在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 假设没有什么病 为了保护健康 特别像现在有 新冠病毒的这个 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我们应该从 肠道开始入手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特别介绍 就是因为中医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 重要的一个理论 就是肺与大肠相表理 因为新冠病毒主要是 侵犯了我们的肺脏 那么肺呢 是表 而它的里边是 谁和它相表理啊 好像一个是先生 在外面去打拼的 一个是太太 在家里做饭 看家门的 那就是大肠 我们看看这个巨大的大肠啊 环绕着我们整个的腹腔 最边角的那个 安静的角落里 都粗大的大肠 把它们全部都填满了 它们的面积也是相当大的啊 里边有很多的皱褶 容易呢 藏污纳垢 一个是益生菌 还有一个呢 就是纤维素 有的朋友愿意叫纤维素 都一样啊 其实就是我们吃菜的时候 那些筋筋踹踹的东西 筋筋踹踹的东西 那些东西呢 它们是宝贝 我们人体每天都应该吃到 好的纤维素 我们至少应该吃平平的 满满满满满的平平 饱饱的一勺 一勺纤维素 如果我们每天能吃到 比较多的青菜 菜杆呢 菜叶呀 这就可以完全补充了 最好是这样 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纤维素 做什么呀 它们在大肠里边 在小肠里边 随着我们肠子的蠕动 它们都是会蠕动的 随着它们的蠕动呢 它们可以起到一个 被动性的 来清洁我们的肠臂的 这个功能 我们洗碗的时候 手里抓一个海绵刷子 沾上清洁剂 用力的擦拭着我们的盆 碗呢 那么我们的肠道 不可能有一个手 拿一个这个刷子 进去刷它 但是呢 它们要用力的在蠕动 收缩 推挤着我们肠道里边的 那些石迷呀 还有要大肠里 要排的粪便呀 不断的推送着它们 向前向前向前 从入口到出口 从上到下 又把它们推出去 那么这个使劲的 收缩放松 收缩放松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 借助着我们吃到肚子里的 那些个纤维 不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纤维素吃进去 是不想被人体吸收的 我们要借助着它的力量 把我们大肠所有的引钩 隐藏的那些钩砍 还有那些个角落里边的 钩钩砍砍里边的 残留的那些 我们叫素便 或者叫毒素 有的时间长了 大肠的里边都已经成了 乌黑乌黑的颜色了 毒素在里边熏蒸 而且那些坏细菌 它们会产气 那些气 肠气的在肠子里边 内壁一看都是乌黑的 那么在这个 我们的小肠 小肠 常常发生的是什么问题呢 小肠发生溃疡的 不太多 说实在的 我们看这些问题 我们要抓两头 再带中间 两头 上面那个头是哪里啊 上面那个头是我们的胃 最容易出事的 因为嘴里胡蕾巴兔的 嚼巴嚼巴就咽到胃里边了 胃最辛苦了 它像个墨房里边的 一个辛苦的一个工人一样 不停的在那推着那个墨子 最辛苦了 所以呢 它是进口的那一头 最容易出事的 就是胃 前表性胃炎呀 胃痙磷呀 胃酸反流啊 或者是这个胃亏阳啊 胃穿孔那就不说了 或者什么也没有 就是肖怕不好 胃就是不行 还有一个最可怕的 就是胃粘膜 由于反复的 没有好好的善待它 最后它长化了 胃粘膜 你们看的 我们上次看的那个图谱 它是很多的皱褶 里边有很多的线体 最后变成长化了 它们就没有胃粘膜 那么大的那个粗大的 那个牛柏叶一样 能磨的那个墨石的勾了 胃的消化功能就差了 就是胃粘膜长化 实际上就是退化了 等于是绿洲最后变成沙漠了 就这么形容这个胃粘膜的长化 就是退化 这也是个很悲哀的 抓两头 一个是上头 一个是下头 下头是哪容易出事呢 其实不是小肠 最容易出事的是大肠 大家想一想 从嘴巴里吃进去的东西 是不是干净的 我们不会睁着眼睛 把脏东西吃到肚子 除非我们吃了酒 或者吃了特别肥的肉 或者吃了一些化学的脏东西 吃了很多的药物 化学合成的药物 等等 但是我们不会睁着眼睛 把这个脏东西吃进去 要洗得很干净的 对吧 那么 小肠里面也是我们新鲜的 从胃里出刚刚过去的新鲜的 石迷糊糊 石糊 慢慢的都是有营养的 但是 从盲肠开始 这个大肠越往后面 越怎么样 越肮脏 水分 少量的矿物质 残留的一些营养 尽量的吸收 尽量的吸收 都吸收完了 最后 残留在里边的 这个大肠里边的内容物 是很脏的 所以大肠最后是什么呀 特别是 降结肠 还有乙状结肠 以至于直肠 这些是非常肮脏的 它们就是垃圾堆放站 等待运走的 等待运走的 所以 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 发生了溃疡 或者在这些地方 长了吸肉 大家一定听过 很多朋友说 它们去做胃镜 它们去做肠镜 没有做小肠镜的 因为你拿什么样的管子 要通到小肠里边去做呀 那太危险了 穿过十二指肠 那都把我们胆管 和一线口的开口 捅坏了 捅烂了 那糟了 胆汁都流出来了 胆汁流到哪 就烧到哪 那可不行 胆汁是很苦很苦的 很有腐蚀性的 它是碱性的 胃酸也不得了 胃酸要出来了 那也是酸性的 酸的不得了 整个肠子都坏掉了 那么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大家常常说到什么 插个胃镜 然后下面怎么样 做个肠镜 就是两头 为什么两头看的最多呀 因为两头的病最多 病最多 那么在我们的现在啊 就是节肠啊 特别是降节肠以后的这些 这一部分 这二分之一 发生问题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 把这个节肠无奈的切了 因为他必须切的原因吧 那么他切了多少呢 切了二分之一以上 横节肠都切了一大半 切到肝脏的下面 就大手术 就等于能切的尽量切了 所以这就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因此呢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降节肠 乙状节肠 特别是直肠那些地方 他们常常会有很多的吸肉 吸肉 每一年都要去复肠 如果很多 而且变大 数量变多 越来越密集 有的密密麻麻的呀 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不 不把那种病理的 那种图片拿来看 我们大部分看的 都是生理的 生理的这个 这种图片是正常的 如果病理的拿来看的话 就是有点太恐惧了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 大家听得懂 所以呢 如果不把那些 充满了吸肉的 大肠切掉的话 或者是严重的 反复发作的 节肠的溃疡 那就等于把一个 伤口暴露在垃圾 垃圾里边 天天都有粪便 最后的 没有任何营养的 糟粕的粪便 从新鲜的伤口上走过 你想想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 和胃里边的溃疡 反复受到刺激 反复流血 反复受到刺激 一样 都会挨变 会挨变 好 那么最后一个出口 最常见的是什么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想明白 在肛门的这个地方 是什么呀 痔疮 中国人十人九痔 十个人 有九个人都有痔疮 和我们的饮食习惯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吃的蔬菜 特别少 我们吃的主食量太大 然后吃肉 吃主食 过去是只吃粮食 没有那么多菜吃 更买不起肉 吃肉也少 现在全世界的人生活都很好转了 或许大家都困难 一样 那么 在我们 大便干燥的情况下 原因是我们通过饮食 都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那么 通过 通过这个 直肠的时候呢 如果是干燥的粪便 通过直肠 经常是干燥的话 我们肠内壁 直肠 肛门那地方也有内壁的 也是肠 属于肠子的一部分 那些肛门的内壁的 那些 那些 那些粘膜呢 就被干燥的粪便 就给 逼迫的 压迫的 最后就变成静脉 好多静脉呢 就变成像紫葡萄一样 一串一串的 就堵在了我们的肛门上 那个就叫痔疮 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个病 因为 一旦 有了痔疮以后呢 还有可能 最后变成了肛漏 肛门干脆就漏了 从肠子里边 就是末端的这些肠子里边 烂了一个洞 从这个洞里边呢 就直接烂到了你的 你的臀部 你坐下来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最后的那个 坐下来的那块肉 最后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给烂出来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病的手术 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要把我们的 下面 肛门的周围 要像我们 切斜角 切西瓜一样 切掉那么大的一块 三角形的肉 然后让它 从肠子里边 慢慢的长出来 得在床上躺上 一个多月 从伤口的根上 一点一点 把这么大一块肉 给长平 而不是你把那个 圆圆的漏的 那个洞 给它抠掉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手术非常复杂 别看这 好像是肛门的地方 好像很简单 很痛苦 很复杂 而且有的时候 会引起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后遗症 后遗症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关于 关于我们这个 整个消化道 比较容易 常发生的问题 常发生的问题 下面呢 我们 想呢 就是 想来 问问 朋友们 有没有关于 这些方面的 问的问题 现在 可以随便沟通一下 不用时间画的那么轻 好吧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往下面讲 就讲我们的 食物的结构 我们就很快 就可以结束了 这些我们上次都看过的 这些未亏 我们 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就 下面 接着来讲 我们的 食物结构 我们的 食物的 结构呢 我们的 食物的 结构 是什么呢 主要是 我们 三大类 我们讲了 有三大类 那么 三大类 是什么呢 这一张图 大家 不用看了 我们 这个食物的图 我觉得不用看了 蔬菜水果这种图 就算 太简单 不必看了 那么 我们的 这个 食物呢 有 主要的 食物 是三大类 食物 这个食物 是什么呢 它是 首先 第一个 是什么 是 水果 不要说 粮食 我们 我们中国人的 烹饪的 这个 食物结构呢 是以 主食为主的 我们在加拿大 待久了 你会看到 我们在这些地方呢 吃饭的时候 给主食的量 是很小的 相反呢 给肉啊 鸡啊 鱼啊 这些蛋白质的东西 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 首先 应该 想到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主食的第一道餐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水果 水果 然后呢 第二道 食物是什么呢 是蔬菜 如果我们愿意 伸出一只手来 你就把大拇指头 竖起来 这个是水果 水果 然后呢 水果吃完了以后呢 我们吃蔬菜 把食指伸出来 长长的细细的 像菜一样 这是蔬菜 这样很好记 然后呢 再是主食 主食把中指伸出来 主食 中指 它是不是在正中间的 这个 这是主食嘛 对吧 主任 主席 都是在中间的 这个就叫主食 这三种 合起来 合三为一 它们就是什么呀 它们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 也可以叫淀粉 到了我们身体里边 最后变成了什么 葡萄糖 才能进入我们的身体 就是这三种食物 就是这三种食物 它们其实最后呢 是变成葡萄糖了 为什么我们要拿大拇指头 来放到第一位呢 因为它是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水果 水果是圆的 小小的 蔬菜是长长的 水果的量呢 不用吃太大 因为它太甜 但是呢 它对我们身体 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是维生素 很多种的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同时呢 很多的水果里边 含有消化酶的作用 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像菠萝里边 有大量的蛋白酶 还有呢 木瓜也有大量的蛋白酶 当我们吃肉多的时候 不妨买上一个木瓜 切成大块 让大家放到上面吃 一边吃肉 一边吃蛋 吃鱼 吃虾 你就吃蛋白 蛋白酶 菠萝 切成块的菠萝 或者是木瓜 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学 经济的办法 那么第三个呢 主食呢 我建议我们大家呀 把这个主食 这个中指啊 如果我们把手伸开 五个指头 把中指呢 能够把它弯下来 和我们的拇指 捏在一起 像兰花指一样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发明 因为很多朋友听完了课 总会来打电话问我 哎呀你告诉我们的先吃什么呀 谁是主食啊 他总忘记 是容易忘记的 所以没关系 我们想个办法 我们把这三个手指头 前面的这三个手指头 捏在一起 它们是一组 是一类 我们人需要吃的最主要的食物 是这一类 记住啊 它们变成了糖 除了水果以外 蔬菜和主食 吃到嘴巴里面 是不甜的 但是 你把大米饭 放到嘴巴里 把你的馍馍 馒头 面条 放到嘴巴里 慢慢的嚼 慢慢的嚼 用口水 慢慢的融化它 你就吃出来 它是甜的了 它变成糖了 最后到我们细胞的墙跟前 要穿过我们的细胞膜 进到细胞里面的时候 它们要变成什么 葡萄糖 变成葡萄糖 我们这三种食物 它们给我们身体提高的 提供的葡萄糖 是为身体做什么的 这是属于我们 不再是解剖了 我们看见我们 画的那些图谱 它们是解剖 我们现在讲的是生理 根据这些 我们看见的 一个个不同的器官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呀 对我们的生命来讲 它们有什么用啊 它们有什么道理呀 这就叫生理 我们前面吃的这三种东西 它们是我们身体的燃料 好像一个锅炉 要填柴火一样 必须填了柴火 锅炉才能够烧水 像汽车要加油一样 加了油怎么样 它才能拉东西 才能启动 轮子才能转得动 所以呢 这一组食物 是我们最简单的食物 伸手可得的 伸手可得的 树上一摘就是一个果子 地下一拔就是一把菜 实在菜也吃完了 水果也吃完了 到了秋天了 都快下雪了 这时候怎么办呀 到地底下去跑一跑 跑点花生啊 跑点地瓜呀 土豆啊 这些都是主食 这些是我们人类的主食 相反我们吃的精米细面 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食 因为米外面的糠 我们叫它糠 或者叫它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我们吃的 南方人吃的大米 大米的外壳 剥下来之后 碾碎了 我们叫它糠 那么这个糠呢 是含有丰富的营养素的 维生素的 那北方人爱吃面 那麦粒 一个个麦粒 外面去掉了那个皮 我们叫它糠子 叫糠 糠子也含有最最重要的营养 大量的维生素B族 都在糠子上面 可是我们的人类 现在怎么样 不吃粗糙的食物了 咽不下去 我们把这些糠和肤子含有丰富营养的东西怎么样 把它都拿去喂猪了 喂猪了 因此呢 我们的主食呢 已经变得呢 对人体反而有害了 因为没有了粗糙的外壳 它们被煮烂了以后 蒸烂的米饭 煮烂的粥 磨了很碎很碎 然后做成的面食 馒头啊 面包啊 这些主食饼子啊 它们在吃到了肚子里面以后 立刻就可以把血糖升上去 嘴巴里咬起来不甜 但是吃到了我们身体里面 血糖升的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应该吃什么呀 如果你的胃还不错的话 胃口还好 牙口也还好 还咬得动的话 应该吃呢 比较粗糙的米 就是咖啡色的 或者黑皮的那种米 糙米 或者有的人叫糟米 不要吃精细的那种米 或者你隔天吃这个 隔天吃那个 或者每一次 二合一 两种一样一样一半 这样来吃 这种情况下呢 它们被我们吃到肚子里面以后 就不会立刻把血糖升上去 因为还需要胃慢慢的磨一磨 我们的肠子要慢慢的揉一揉它 这样血糖呢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升上去的 我们的胰岛呢 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来生产 胰岛素 而不是像抢救时的医生和护士一样的 赶快急救时抢救 天天都在抢救 胰岛素最后就是分泌 分泌不了那么多了 一线也给累坏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三个主食 我们吃完了以后 我们该吃什么呀 我们吃饭的顺序应该是这样 因为前面这三种呢 需要的都是我们唾液里边的淀粉煤 所以我们先用我们的唾液咀嚼 来把这三种食物吃完 这个时候你的肚子怎么样啊 吃了水果了 就有了消化煤了 水果还有酸甜的味道 也有点刺激了你的食欲 你也有胃口了 然后又吃了一些菜 可以吃生的沙拉 也可以吃不要煮得太烂的青菜 最好是绿叶菜 绿叶子菜 那么这些蔬菜又吃进去了 然后再吃了少量的主食 少量的主食 我们的主食应该是像中指和我们的拇指 捏在一起的兰花纸一样 让它尽量不要太大的量 虽然中指是最长的 但是不等于我们要吃那么多 我们应该把它改变 把它弯下来 减少一点量 把你过去吃的一大碗饭改成半碗 然后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 多吃水果 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很多水果 饭后的时候 家餐中间可以吃水果 每天多吃几次水果 每次少吃点水果 这样最好 好 我们把这个碳水化合物吃完了 就是我们的葡萄糖 身体的火焰 燃烧的能量 下面我们该吃 我们说这个叫无名纸 左手的无名纸 无名纸是不是带戒指的呀 结婚的时候 新娘新郎戴戒指的 这是最喜欢的 最开心的一个 让我们最有用的一张 一个手指头 最重要的 所以它是怎么样 它是这个第四个 这是第四道了 一二三四 这是第四道饭了 这个应该是蛋白质 这是我们最开心的 最爱吃的东西 鸡鸭鱼肉虾 这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了 我们每一顿吃多少呢 我们大概吃跟自己的手掌 那么大 手掌 手掌 那么厚 那么大 大概估算一下 就是这么大一块肉 或者等于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 你把它摊在 摊上两个鸡蛋饼 把它大概卷一卷 大概也就是我们手掌 这么大 基本上和你自己的手掌 来做个比较 这个就是蛋白质 那么我们吃蛋白质的时候 蛋白质是什么呀 是不是也给身体来提供能量来了 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吃了这个蛋白质 就吃了很多肉的话 我们很顶饿 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吃了很多的粮食 你吃了一大碗米饭 吃了很多的面包 但是你没吃到肉 你干一会儿活 你都就饿了 因为它们是什么呀 它们像树枝一样 它们是植物 点着了火焰很旺 像烧纸一样 一烧火焰很旺 马上就灭了 这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作用 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特点 不禁饿 所以我们要吃一些蛋白质呢 来补充我们 该饿了的时候的那些能量 但是蛋白质吃到身体里的主要任务 不是提高能量的 不是提供能量的 提供能量是靠水果蔬菜 加我们的水果蔬菜加主食 它们三合一合起来 是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么蛋白质最主要的功能 是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什么呀 建筑材料的 所以英文呢 给蛋白质起的名字 一个别称叫 Building Break 就是建材的大砖 我们的身体是靠细胞组成的 细胞靠蛋白质组成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定要记住 它是建筑材料 所以如果你没有吃到足够的蔬菜 蔬菜的量应该大一点 没有吃到足够的蔬菜 水果和主食的话呢 我们的蛋白质呢 就要来顶替我们吃的粮食 和蔬菜的功能 把它燃烧掉了 本来是在身体里要留下来 来做专用的 为什么做专呀 因为我们人每一天身上要死无数的细胞 老的退 新的生 老的死掉了 新的出生的细胞 拿什么来长成细胞呢 拿蛋白质 因此我们一定要来很认真的吃这一道菜 就叫蛋白质 蛋白质的量我们说过了 跟手掌那么大 那它的种类我们怎么选择呢 我们建议呀 首先呢 吃那个不长腿的 不长腿的 腿越少越好 第一个不长腿的是什么呀 是鱼和虾 它们是不长腿的 还有鸡蛋是不长腿的 蛋白质蛋白质 就是鸡蛋清蒸熟了的那个白 那就叫蛋白质 鸭蛋 鹅蛋 鸟蛋 都是一样 就是一个卵 也就等于说是我们生命要繁制的时候的 一个原始的一个细胞状态 鸡蛋就是一个单独的细胞嘛 最大的细胞了 对吧 那么我们吃蛋白质的时候呢 先吃没有长腿的 这个不杀生 不残忍 我们吃海里的嘎啦呀 河里的嘎啦呀 还有那个带子啊 这些鱼啊虾呀 这都是没有腿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腿的蛋白质 一个腿的蛋白质 大部分是什么呀 是植物的蛋白质 比方说豆子 黄豆 大豆 我们吃的豆腐 豆腐肝 这是很好的蛋白质 豆浆 也是很好的蛋白质 它们是一个腿扎在土里边长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植物的 还有蘑菇 也是富含蛋白质的 你用蘑菇 新鲜的蘑菇 煮完了水以后 你发现那个水是白色的 那就叫蛋白质 你煮那个肉煮完了 你煮虾煮完了 那个水是汤是白的 那都是蛋白质释放出来的 那还有什么 两个腿的了 第三个可以选择两条腿的蛋白质 两条腿的蛋白质就是 鸡鸭 前面的那两条腿啊 变成飞的翅膀了 后面两条腿要站在地上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吃的飞禽 飞禽 那它们呢 总的来讲呢 它们也还是不错的蛋白质 也还是不错的蛋白质 因为它们身上的肥油比较少 肥油比较少 再下面呢 就是四个腿的 四个腿的就基本上是什么呀 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和我们人类是不是一样的呀 都属于哺乳类的 对吧 哺乳类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鸡是生了一个蛋 由蛋孵化出了一个小鸡 鸭鹅都是这样的 鱼呢 是下了子 由子最后变成了另外一条鱼 可是哺乳类的动物呢 是生出一个活生生的 小小的一个动物 圆形的动物 然后慢慢的用奶把它喂大 所以哺乳类的动物和我们人类 是不是很相近呢 它们是不是很有情感呀 所以我们 这是在这里说一个俗话 俗话说 它们常常会在被杀 被宰的时候会流泪 会痛苦 会恐惧 会逃跑 会逃跑 所以的话 我们可能把它排到被选择的后面 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首先呢 看这些动物的这个四条腿吧 哺乳类的 我们吃哪些比较更可能安全一点 我们想一想啊 首先一个呢 哪一个比较吃草的 就是不吃人做的饲料的那种 不是人造饲料就能喂的那种 就比较安全一点 那就是羊 羊肉呢 羊一般就是吃草 它不吃那个人弄的那种食 然后猪都是喂的人的剩饭 羊是不吃的 羊只能吃草 所以它相对就安全一点 再一个羊肉呢 也比较软 羊不是一个承重的 像牛要拉梨 马要奔跑 它们的肉都很紧 很硬 羊肉呢 就比较松软 这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 但是比较贵 说实在 然后呢 还有谁呢 牛肉 牛也基本上是吃草料多一点的 吃草料多一点的 再下来呢 就是那个 这个 猪肉 猪肉呢 有很多的民族啊 不吃猪肉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不去讨论它 但是呢 看来不吃它是有道理的 猪肉啊 它就是你 你买到猪肉的 最瘦的那个部分 它也比牛肉 羊肉含的脂肪要多得多 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所以你同样的肉做出来以后 你发现出来的油啊 猪肉的油飘在 同样的重量 你做出来啊 你把它 拿水煮出来 炖 炖肉 什么都不要放 就是清水炖 炖完了以后 同样重量的猪肉 牛肉 你比较 上面飘下来的白油 冰箱里放一夜 早上起来 上面的白油 你拿下来 你撑撑看 谁的油多 猪肉的多 你看上去它很瘦的 它也是很多的油脂 因此呢 猪肉呢 我们就稍微少吃点 但是很多情况下 还是要吃猪肉的 各种的味道 各有各的爱好 这个是 我们在吃这些东西 做选择 那么在我们做搭配的时候呢 如果能把植物的蛋白质 和动物的蛋白质 各50%的搭配起来吃的话呢 那就更好了 那样的蛋白质吸收呢 就更好了 比方说我吃 吃一些烧一份豆腐 然后呢 这边呢 有红烧的牛肉 这边有烧的豆腐 或者是煎的豆腐 这样你两样都混合吃 这样是最好的 总体合起来的量 相当于你自己的手掌那么大 这是最最好的一个搭配 那么再下来呢 我们是第四个指头 我们最喜欢的 可以戴戒指的这个指头 戒指戒指 这个是吃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鸡鸭鱼肉 那么还有个最小的小手指头 它们该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油脂 为什么我们要吃油脂 有的人说呀 我们就是油脂 一般来讲就是炒菜的时候 爆炒一个葱姜蒜调味道的呀 我们还要把它专门的 作为食物的一个种类吗 yes 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种类 因为油脂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代谢中 生命的活动中 非常好的燃料 非常好的燃料 我们想想我们在 我们如果像吃前面三种东西 都是植物性的 水果蔬菜再加主食 这个主食呢就是地上长的大米 麦子 还有地面地底下长的那些根茎物的 根茎类的 木薯啊 红薯啊 地瓜呀 这些土豆啊 这些 它们呢就相当于是什么 柴火 柴火 你要是点了柴火的 车里边要是点着柴火 烧着木头 这个车能拉多少 多么大的马力拉东西啊 如果说我们要是 就或者说比方说 我们是在在炉子里边烧火 我们拿这个木头来烧火 火很旺 拿叶子 干枯叶子来烧火 也很旺 火苗很大 但是很快就灭了 烧不长久 如果我们吃蛋白质 蛋白质在身体里边燃烧 它是不是很快的 它要经过消化呀 不像碳水化合物 很快就可以吸收变成 葡萄糖 蛋白质就比较慢 但是蛋白质相当于好的煤 我们烧煤炭炉子的时候 它就呢火苗不大 但是很持久 有耐力 最后如果我们是烧油的话呢 那油就更有力量了 我们可以烧油 把车给开走 可以拉很重的东西 因为油才是最大的燃烧 善释放最大的力量 因此我们在每一餐都要吃一点油脂 这个油脂怎么吃呢 一般西方人 像欧洲人 他们的食物 地中海食物的饮食 可以是世界上一直都比较最受到推崇的 现在也仍然是在 由吃出来的病 使我们的人类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风险伤害 灭顶之灾的这个危险的情况下 地中海饮食被推荐为最好的饮食 最健康的饮食 因为他们的食物 每一餐都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成分 这些种类和这个比例 大概其都是这样的 你们以后再注意一下看看 他们都特别你们看那个Swiss Chalet 那种一个大盘给你配了蔬菜 有水果一点点 然后蔬菜挺多一点量 然后再给你一点主食 土豆烤土豆 那就是主食 它不是给你米饭 或者给你一小片面包 然后给你一块蛋白质 再给一点小坚果 或者是它浇了橄榄油 浇了那个橄榄油 或者avogado油 牛油果油 因此就是油脂在西方的配餐里面 是作为专门的油脂浇上去的 浇到沙拉上 而我们是在炒菜的时候 拿它来呛锅的 其实也没吃多少油 一点点油 舍不得多放 烟还特大 温度还特别高 直接在锅里边就变成了致癌物质了 这个是很悲哀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来吃这点油脂 你可以浇到你的面汤里头 浇点好的油 我们也有香麻油 但香麻油有个缺点 很容易走油 走油就是不太新鲜了 你吃起来不香了 根本吃不着香麻油的味了 甚至有一种不太好的那种味道 这个就最糟糕了 这种就致癌了 不好 因此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用坚果替代 每日三餐之后 最小母指头的最后的一道 末尾的 就是吃上十几个小花生 或者十几个开心果 或者十几个小腰果 每一天三餐 这就是最完整的一顿饭了 好吧 那我看看现在时间怎么样 7点17 现在才7点17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随便一点 好不好呀 是不是有一位周老师来了呀 打不开话筒 有一个打不开话筒 我这个话筒是开的呀 李老师在吗 还是金刚老师在那里呀 我是说呀 我们现在 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不好呀 是大家看看 有什么问题 留言也行 留言也行 说话都行 说话都行 举手直接 直接跟胡老师沟通 我看有一个 我看有一个 随便一点 好 我就觉得吧 因为这些都是 关于我们吃喝拉撒的 都是生活中 日常中的 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的生命线 所以我们要 要把这些问题 真的要很认真的听清楚 才会去实践 要不然回头就忘光了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知识呀 很重要啊 而且很简单 我们吃起饭来的时候呢 也很节约 很节约 这个谁要解除静音 从 胡老师 这个已经解除了 这个萌萌的 萌萌的那个iPad那个 请打开你的麦 我的麦是 我的麦克风是打开的 不是你的 把它打开了 它已经给它打开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胡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萌萌 这个名字很好记 萌萌 谢谢您的讲座 学习很多东西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 知识普及的机会 非常感谢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需要自信您 如果做这个强化的绝肠CT的时候 医院要求吃这个无渣的食物 要两天 他只要求去吃馒头 米饭 米汤 面汤 果汁 或者是瘦肉 或者是清汤肉汁 他说呢 你不可以去吃那些带有渣子的这些食物 但是呢 可以吃一点瘦肉或者是鸡肉 我所不太理解的就是说 瘦肉和鸡肉难道不会成为渣子吗 鸡蛋可不可以吃呢 因为对于一个血糖不太正常的人来讲 他规定的这些所有东西 是一个迅速升糖的东西 怎么能够在这个两天的这个叫 保持肠道进行一个腹泻状态下 又保持一个血糖 不是这么很难受的 蹭就升上去 因为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 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说的这个 这个人本人 就要做检查的 这个检查者 被检查者 他自己是血糖平常比较偏高的吗 他是正常 但是呢 餐后的两个小时之后的血糖 稍微高一点点 7.9 那年龄大小呢 是50多岁的人 50多岁 那还是小心点 还是小心点 因为要是年轻就问题不大 因为他的糖很容易被代谢掉 他代谢快嘛 年纪大了代谢慢了 就不要吃太多的糖的多高的东西 那也很简单呀 你可以给他 可以给他 给他搞一点那个高品质的蛋白质吧 喝点蛋白粉也可以 这不就把蛋白添上了吗 再一个呢 你可以把鸡蛋呢 打成鸡蛋羹啊 打得粉碎粉碎的 然后蒸啊 加上水 加上三分之一的水 然后很打很打 把它蒸出来以后 都无形了 都已经都变成无形的东西 没有任何渣子了 那样吃鸡蛋也可以呀 对吧 你可以把鸡蛋黄拿掉一个 每天给他吃一到两个鸡蛋黄的全蛋 还想吃蛋白质 那其实最好的蛋白质 那不就是鸡蛋白吗 但是你超过两个以上的鸡蛋 你可以把鸡蛋黄拿掉呀 好 打鸡蛋清 打得很很很很的 蒸完了以后呢 上面浇一点点这个 浇一点点生抽的酱油啊 放一点点 再淋一点点芝麻酱啊 不是很好吃吗 好 那就说因为他要做两天的清肠 那么医院只是要求你只能吃 这两天你只能吃馒头 米饭 米汤 面汤 果汁 或者是轻瘦的肉汤 或者是糖开水 然后按着您的建议 再可以吃上鸡蛋羹 基本上就能够 把这个鸡蛋了 他说了让你可以喝那个什么 可以喝那个炖的肉汤 那能不能吃肉啊 他说可加瘦肉或鸡肉 所以我这一点 那你看 他只要你听见 他说可以加瘦肉和鸡肉 我建议你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哈 你可以拿那个 就是小小的小炮弹 到那个 叫什么 Canadian Tire啊 什么Warmart 十块八块钱 能买一个 搅碎嘛 搅碎鸡嘛 你把那个肉汤 那个瘦肉啊 把里边的骨头 千万拿干净啊 不然把机器搞坏了 把它拽成大块 扔到那小杯子里边 然后呢 加上那个肉汤 把它热的肉汤 把它打出来 这样变成一个 热腾腾的肉糊糊 合进去 好 谢谢您 他所说的 或者就是蒸鸡蛋羹 蒸鸡蛋羹以后呢 把它 把它这个 这个鸡蛋羹 蒸完了以后 你来看看里边 一点渣子都没有了 鸡蛋羹里边 很很很很的 可不是蒸熟的整鸡蛋啊 蒸熟的整鸡蛋不行 那就 那就很难打碎了 你肉眼看着碎 其实没有碎 可是你很打的时候 是把液态的 液态的蛋羹 给溶解到水里边去了 然后你把它蒸出来以后呢 它简直就没有形状了 到了胃里边 一消化 最后全部溶解了 还比你说的 那个瘦肉要更加的无形 无渣 明白 但是瘦肉 你可以不限呀 你可以 你可以那个 可以多吃点 可是你那个 鸡蛋黄不能多吃啊 那你可以多吃鸡蛋羹啊 对不对 你放一个鸡蛋黄 两个鸡蛋青 两个或者是不够 要是不够饱的话 吃三个鸡蛋青 一个鸡蛋黄 要不然太难吃了 或者就是说 喝奶粉也可以 奶粉也可以 对 奶粉也可以啊 对啊 也是无渣的 是婴儿奶粉 好一点的那种 对 他买个婴儿奶粉 对 无渣的食物 是不是是吃了蔬菜 水果和肉 才会形成渣滋 留在肠内 所以他没有办法 做结肠CT 是的 他害怕到时候 他的 在做检查的时候 他视野上 都是一些个 留下的食物残渣 不便于他来进行 这个检查呀 对吧 他希望到时候 是比较干净的 就他就是像你 腐泻一样 就是像你拉水一样的 把你吃的东西 就都拉出去 拉的大便 没有渣子 不成型的 要不然到时候 他简 你不等到两天以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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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看 这谁写的这个 中国人 十人九智 老人有严重痔疮 怎么办 我看见一个问题了 好 那我 我记住他了 因为要不然 我现在不看一下 他就等会就闪不见了 那我就觉得你 你应该努力争取 在保证他检查的时候呢 他那不要还有 甚至有粪便的快 整块的那个粪便的 那块一块 一节一节的在那里 他怎么检查呀 哦 他是希望保证 这个检查的 这个最好的效果 为这个 但是果汁呢 你可以不要给他喝 那个特别甜的那种 嗯 他可以喝果汁啊 其实可以吃酸奶呀 对吧 酸奶 嗯 酸奶呀 还有那个奶粉呢 嗯 还有 豆腐脑啊 这些都能吃啊 嫩豆腐脑 这不都跟那个蒸鸡蛋糕 不就是豆腐脑吗 对吧 就所有就是不要成渣子的 就是你不嚼 把豆腐脑直接倒到肚子里 倒到下边都绝对无形了 肠道的功能厉害着呢 哦 哦 不要它研磨 只要它推挤 这些鸡蛋青 你拿手捏都 都捏不出任何的东西 你肉眼看也看不到 成型的东西了 因为你要很打它 把它很很打碎 把鸡蛋不要 吃了说有一块一块的 一定很打 加点水打 嗯 好 谢谢 不用谢 刚才我看到了 另外一位朋友说 嗯 想吃这个 就 糊状的东西 要吃 嗯 我有点忘了 刚才那是什么问题啊 请讲一下好不好呀 能再让我看一下吗 因为这两个问题 好像有点像 给我搞糊涂了 两个都是在问的是 奶粉的问题 好像是 奶粉的问题 刚才那位朋友是 是哪一位呀 我有点不记得了 嗯 能不能看一下 哦 我 呃 啊 还是好像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啊 我看这里边 留言板 有 留了有些 有些问题 有些 能不能举手 尽量举手 哦 对对对对 打成针 打成针 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是今天的问题吗 都是今天的问题 都是今天的问题啊 我要按照顺序问 我刚才看到一个闪 哪个问题是最上面的呀 我们按照时间好吗 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还是最下面的 十人九智 是不是 中国人有十人九智 这是最下面的 那我们先答 呃 什么 对 上边的 啊 起司啊 刚才上面有人问到 起司属于哪一类 起司是属于蛋白质类的 蛋白质类的 因为它是奶酪呀 是牛奶里边的蛋白质成分呢 啊 是这样的 奶油呢 Butter 那个是把牛奶里边的 上面的那层油已经拿走了 给我们做那个 那个吃面包的时候 加面包用的 啊 是这样的 好 那下面一个是我们的打不开 有一个人说我们的打不开 这是谁呀 不是不是 这是他 他这个可以举手 他不知道是谁 那我们再往下看啊 每天吃番薯代替白米饭 可以吗 呃 我认为完全没必要 我们人活着还真的要吃着有味道 啊 还要吃着有味道 呃 我 我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富裕嘛 我想讲一个笑话啊 就是说呃 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啊 我是90年 国家公派的高级访问学者啊 我被派到意大利罗马大学医学院去了 那个时候呢 我有一天呀 我的我的这个老师啊 教授啊 他在接待一位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特别希望自己的身体好 特别想长寿 就问这个老师 说呃 教授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怎么样能够活到100岁呀 我能长寿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呀 然后教授就问他啊 那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呃 吃肉吗 不吃不吃不吃 一点都不吃 我是个纯素食者啊 哦 那你喝酒吗 不喝 一点酒都不喝 呃 然后说呃 你结婚了吗 是一个男人啊 说没结婚 啊 我没有 我特别注意身体健康 我就一个人单身 然后 那你呃 喜欢吃零食吗 呃 不喜欢吃零食 那你跳舞吗 也不跳舞 会唱歌吗 也不爱唱歌 后来我我的老师说 那你还活到100岁干什么呀 呵呵 不用活到100岁了 所以我 我还是觉得呢 如果你要吃饭属 代替米饭 我说可以 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 超重的厉害 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把自己的体重降下来 我们刚才 我其实刚才讲的那些饮食啊 你们不要小看它 这就是我们想在生活中 自己认认真真 稳稳当当 别把自己饿得半死 也不要花很多的钱 我们想减重的时候 就是这个吃法 就是这个吃法 还有一些详细的 要真想减重 我们再另外再介绍啊 那么我们吃番薯 和白米饭是什么区别 番薯是天然形态 没有一个天然的东西 拿来给我们吃 把我们能吃成糖尿病的 对不对 我的老家是山东的 山东的人 在穷困的时候 没有饭吃的时候 都是拿地瓜当饭吃啊 没有说山东人吃地瓜 吃多了就得糖尿病多了 哪有这个道理呢 非洲 根本就不可能有水 来让你种菜 哪来的蔬菜啊 水果就是他们的菜 他们有非洲糖尿病 因为没有蔬菜吃 天天吃水果 那么甜的水果 又吃成糖尿病的了 没有这回事 所以天然的东西 不容易得糖尿病 白米饭 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由我们的人类 残忍地 把白米粒表面的 最有营养的汤给扒掉 然后还要精打细膜 还要吃最精细的米 这种情况 而且煮的还那么烂 牙齿都不用脚 一口都能吞进去半碗 这种情况 血糖飙升上去 逼迫着我们的胰岛 所有的β细胞 胰岛的细胞 有一批细胞叫β细胞 这帮细胞是专门分泌 胰岛素的 他们每天在那里 急救室里拼命地工作 很快都累 不能干了 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替代 但是你一个礼拜 完全可以每天吃一顿白米饭 炒了很多好菜的时候 吃白米饭 简单的那顿饭 就吃番薯 吃土豆都可以 好吧 下面还有 老师好 你说吃油 老师好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请问 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很简单 就想问你 第一个问题 就关于吃油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你刚才讲炒菜 油加热会致癌 那么我们怎么样吃油才好呢 就是把油浇到沙拉上吃 那中国人喜欢这个炒菜 这个油炒到什么程度 怎么吃油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我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吃水果的问题 我现在吃水果 把它打成汁 吃可不可以 谢谢 好 我现在说水果 因为水果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对对对 如果你把水果打成汁 你失去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就是你把水果里边的纤维 我们吃扒开来的橙子 orange对吧 我们说广杆 扒开了以后 是不是有好多 丝丝拉拉的纤维在上面 那是我们拿钱 都买不来的纤维素 我们应该连它 一起吃到肚子里 上天给我们的食物 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我们结果呢 把它全部都打碎了 打得碎碎的 它本来可以有点形状 帮我们来冲 来搜刮我们的大肠里面的脏东西的 像我们的刷碗的海绵刷子一样的 结果你给弄得都不见形状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把水果打碎了以后 它里边的维生素C会受到伤害 可能我不夸张的说 剪掉一半 因为它很快被你快速的搅拌 暴露在空气中 它很快很多就被氧气给氧化了 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把苹果圆整整的皮放在那里 是不是可以放几个月都不坏 放到冰箱里 放到外面两个礼拜它也不会坏 可是你把皮削掉了以后 苹果里边没有了保护的这一层的皮 它暴露在空气中氧化氧化 你记住氧化这两个字 氧气就是看不见的刀 氧气就马上把这个苹果的嫩肉的表面 很快变黄了 然后又有点发干了 水分蒸发了又黄又干了 最后由干到变软了 整个苹果馊了该扔了 它被氧气给氧化了 而你在暴露空气中 快速的打扮的搅拌的时候 那个氧气的快速的渗透到这个液体里边 维生素C快速氧化 没有那么好的功能了 尽量的拿牙齿来咀嚼食物 如果我们能这样吃的食物 不这样吃的时候 你天天吃拿这个打扮了的东西 不用牙齿举嚼 你的大脑很快退化 我们的人的牙齿如果脱牙脱牙掉牙 也不好好的补上 最后掉的不到八个牙的时候 据说啊 你要有八个九个十个多个 十个以上的牙 还行 大脑还不怎么退化的那么快 当你的牙脱到还剩下六七个五六个三两个的时候 快速的记忆力下降 咀嚼食物对我们的大脑是有作用的 有促进作用的 所以对于破坏营养来讲 就不应该 纤维素是一个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 重要的成分之一 不光是维生素是重要的成分 所以不应该拿他们打扮 除非这个不能吃消化有问题 特别的做手术了割了扁桃腺了 那你就喝果汁吧 老师我就觉得打果汁有个特点 就是我可以把多种水果加上芹菜 我都可以搅拌在一起 如果吃水果的话 你就吃一个就吃 你就吃不了那么多 这个是不是有没有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跟你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吃水果 其实是我们每一餐都必须的 就是一顿把它们搅到一起 而且蔬菜也没有必要 把它搅成那样 你的牙齿如果好的话 牙齿不好的老人家 当然可以搅 如果牙齿很好 我认为尽量的 在牙齿能搅的时候 还是把它搅了 把它搅了 再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那五类食物 为什么要这样吃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从这一顿饭到下一顿饭之间 如果我们一日三餐的话 这三顿两顿饭 每两顿饭之间 这四个小时左右 我们刚好需要这五种东西 这五大类东西 而且它所需要的量的搭配 就是大概的这么多 如果说你把你那个 好像我们要坐一个车 要坐一个小车 我们这顿饭到那顿饭 是开着车过去的 这个车需要的东西 你不能给了好多的橡胶 做轮子就四个轮子 你给了那么多的橡胶 我们橡胶该这么多 但是钢铁也要很多 因为它底下要坐 那个车底下的主轴 那是最重要的 那还要一些塑料 我要做这个把手 坐位上面的靠手 车窗鞭子 也需要一点塑料 那就是油脂 它就是需要这么大的比例 这就是奥运会的运动员 在进行比赛前期的训练的时候 要把他们的体重 他们的营养的比例 成分 把它们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 就是这种基本的配方 所以我们应该尊敬我们身体的需求 就这一顿到下一顿 我要消耗掉的东西 你不要说晚上吃了好多的油 一顿吃好多好多的花生 吃二斤 然后白天一天都没给它油脂 这就是我们 不要让我们的身体 把好多的工作 我们在菜篮子里边 选择的买的时候 采购的时候 就能配好的 每一天的操作台上 还没动刀之前 就搭配好的比例 就是我这一顿到下一顿的东西 而不是说 我想吃啥吃啥 没有一点规矩 吃完了以后 自然还有人辛苦的帮你来调整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肝脏 它会把脂肪吃得多了 我把它转换成 吃得少的蛋白质 然后呢 糖粮食又吃得太多了 我又把粮食转化成脂肪 这肝脏要额外再做一次工作 才轮到你拿到刚好够你用的比例的东西 那时候又到下一顿饭了 你又胡吃八吃了一顿 是不是肝脏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讲的这东西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是一个很深的 很有用的 实用的道理 掌握熟练以后 你吃饭非常简单 你知道它是什么成分 哪一类的 你可以替代 这几种类我都凑齐了 五分钟就把饭做好了 我一点都不夸张 五分钟可以做好 我上面有机会 有时间 我就给你举例 举几个例子 怎么样五分钟 把一顿饭做好 好吧 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我就往下走了 不 你刚才说了 小吴老师 你刚才说了 小吴老师你说一下 这个现在群里面呢 有些不在这个营养和健康群里面 大家可以扫这个过渡群的哥们 进这个过渡群里面 进来以后呢 你声明一下 你说你要去营养和健康群 这个 你就是上面 说一下这个 就是 加下这个群主或者群管的微信 他都可以 直接你声明一下 都直接可以给你拉你进去 就是说 你刚才胡老师在里面可以沟通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里面沟通 我特别希望像我们这样沟通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婆婆妈妈的事 在这儿像上课一样的 这个是非常没有效果的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实践 天天你的孩子 你的老妈妈 老爸爸 牙不好了 孩子们小了要长身体 他们要吃什么 喝什么 你就是天天要用到的知识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沟通 这是一个掌握我们生活实践的一个知识 我们可以沟通互相学习啊 知道吗 对 今天呢 这个时间 在这个 在胡老师这个时间范围内 大家可以沟通 对对对 如果今天沟通 来不及了 我们下次再讨论 你有什么问题呢 可去这个情况 对吧 对 我们还有十九分钟呢 还有十九 没有你 没问题 你继续吧 没问题下边 我现在看到 刚才还有个朋友的问题 好像没说完 说吃油的话是怎么说的 吃油的话 中菜炒中餐 呢大家都爱拿油来爆炒香锅吗 要不然这个菜 哪是中餐呢 对吧 可是我们说什么呢 你完全可以去炒香锅 但是我真告诉你一个经验 爆炒的香锅其实根本不香 我举个例子 你想把以后要大量用洋葱来爆炒 不要买那个青葱 青葱没比洋葱香到哪里去 说实在的 又贵死了 哎呀 简直一块多两块钱一根 一把吧 它不值得吃它了 洋葱又便宜又好 又对身体好 你不信你把个大洋葱切出来 你在锅里扒香锅你试试 你弄爆烟爆油 那个洋葱很快就黄了 一点都不香 等你的菜炒出锅了 洋葱都成黑眼色的了 中火慢慢的扒了 别着急 扒了香锅是拿中火 文火把它们扒了香的 你就是扒了中国的那些花椒 大料瓣都一样 中火扒了很香 然后呢就可以下菜了 不要拿爆火 你拿中火扒了很香的 还有一个你炒叶子菜的时候啊 先下杆子扒了扒了 那个时候不放油 你可以单独扒了菜 中火扒了菜 扒了扒了扒了它个半熟了 你把叶子放进去 稍微扒了扒了 然后你放油 这个时候你放油 后放油 先炒菜后放油 也挺好吃的 也可以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油呢 有一种油 它不太容易变质 就我们一般的菜油 就特别容易变质 加温到100度以上 油温是马上可以升到100多度的 超过了100度以上 就会致癌了 那么你可以买什么呀 买那个牛油 叫什么 牛油果油啊 Avogado油啊 Costco有卖的 12块钱一瓶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那个葡萄籽油 那个很便宜啊 橄榄油 葡萄籽油都很便宜 葡萄籽油可以炒菜 橄榄油你就生吃 它们都是很好的油脂啊 所以根本就不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都是生活中可以解决的 那么大一桶油也就是十来块钱 那个葡萄籽油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它是抗氧化的 葡萄籽是个好东西 你就拿那个油来炒菜 再一个油温呢 尽量不要太大 巴拉香锅时间长一点 你炒菜的香味 不是你放进去的菜的香味 而是你放的那些个调料 葱姜蒜花椒大料 你还放点什么你喜欢的 特别的东西 是你在文火里边 把它们巴拉出香味来 才放的别的东西 一定不是你爆炒香锅 把那个你放进去的肉和菜炒香的 它们是你放进去的香料 中火巴拉出来的香味 你可以不用换油 就用菜油 也可以 就是中火慢炒 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尽量吃一个沙拉的 生菜和熟菜 每一顿饭都可以一样一个 如果不是一个人吃饭的话 你可以有一道生菜炒菜 有一道熟菜 这个熟菜 生菜呢 就可以上面浇橄榄油了 就直接吃进去了 对吧 橄榄油也可以炒菜 但是最好呢 最好呢 是可以用那个葡萄籽油来炒菜 橄榄油炒菜的时候 那个味道好像特别大 有的人吃不惯 橄榄油做生菜是最香的了 好 我下面还看到一个问题 又问了 是不是还是上面第一个问题 奶酪属于哪一类 奶酪属于蛋白质类 吃奶制品好吗 我认为 如果不考虑我们现在的奶制品 是有很多的激素 像这个 奶牛的奶是给谁吃的 给小牛吃的呀 他没下小牛 他也不能年年不停的生牛 对吧 那他不生牛的时候 那些奶哪来的呀 靠激素打出来的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那些奶厂 他们用激素催出来奶以后 他们会始终把这个吸奶器 挂在这个奶牛的乳房上 很可怜呀 一弄就是十几个小时 不停的在抽奶 因为哪有那么多工人 不停的抽完的奶拿下来 拿下来再挂上去 嫌麻烦 那这样长时间下去呢 很多都是乳腺炎 发炎 最后怎么办 打那个抗生素 又用激素催奶 又打抗生素 防止这个牛奶里边 有细菌感染 因为他一发炎 就有细菌 污染到这个奶里边 最后你也不知道 是哪头牛身上有发炎 有的时候发炎不严重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个兽医也查不出来呀 人你能知道 这里疼啊 那里疼 那牛也不会说话呀 怎么办呀 都很严重了 才能发现 那时候这个奶 已经混到 整个的奶库里边了 不知道是哪一份奶了 要是把病人吃 客人吃坏了 那还不得告他们破产吗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奶制品 他有他的可怕的地方 是在这个问题上 从这点上 我是有点害怕 但是不吃又吃什么呢 要不就饿死 要不就饿死 要不就毒死 那咱们吃点豆腐吧 豆腐里边有没有 大豆里边有没有 转基因呢 这也不好想 所以那吃点蘑菇吧 据说蘑菇的根 特别适合于吸收什么呀 重金属 日本在被扔了原子弹之后 大片的那个荒废的 那个土地啊 种满了蘑菇啊 所以好多知道 真情的那些广东人 他们早年来的 他们知道的多 他们说他们不吃 日本来的蘑菇 就是因为怕 里边害怕 也可能我认为啊 也可能没有 听着怪吓人的 就是他是吸这个 重金属的 靠蘑菇的根 他有这个能力 好下面我再来看看 说葡萄籽油 米糠油 苦菜油 橄榄油 这么多油 都说是健康油 怎么选择 我认为橄榄油 半生菜 沙拉子 肯定是好东西 这是地中海食物啊 因为我在意大利 待了好几年啊 我是国家公派 到意大利的 高级房子学者啊 我在那里 待了好几年 那么他们的 这个食物做的 确实是像我现在 学习的这些营养餐一样 非常典型的 现在营养餐的出行 基础 就是意大利的 地中海国家的饭 葡萄籽油 是好东西 因为葡萄籽本身 就是抗氧化的 大将军 葡萄籽 现在大家都知道嘛 非常有名的 它是抗氧化的大将军 那么葡萄籽的油呢 那就不用说了 也有抗氧化的作用 也是不太容易 被变成 一加温就变成 这个会致癌的了 他就是说 当你炒菜的时候 也不必要那么高温度 但是温度也不能太低啊 那么你用这种油呢 它就比较安全一点 米糠油 我就不太清楚 这个可能是中国的一种油 我不清楚 因为我已经出国三十多年了 不好意思 都说是健康 都不错 都不错 但是菜油也好呀 菜油也没说不好啊 但是你不要把它弄得那么高的温度啊 它这个菜油的本身 没有那个抗高温的这个能力 这样子想 下面又一个问题是 做了几次的肠镜 都有吸肉 这是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预防 好 我们先来想 你做了几次的肠镜 都有吸肉 那这个吸肉 就是在做肠镜之前就有了 你才发现的 对吧 那么每次做都有 那就是说 你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在想 那为什么每次做都有啊 难道说 你做了一次 下次回去一看 吸肉就不见了吗 还是你做了五次 做到第五次 吸肉自己就不见了 而且你说都有吸肉 如果做了几次 都有吸肉 这个吸肉是 只有一两个呀 还是很大量啊 而且它的本身 这个吸肉 有多少毫米呀 还是说挺大个的 那一个也得拿 个大的 是不是根就深呢 跟树一样啊 树越大根越深 那你这个吸肉 长得越大个 它的根肯定深 那你就应该 绝对的果断的 把它拿掉 小的越早拿 损害越小 根越浅 而且现在呢 这个做肠镜啊 也不用全 就不 都是有麻醉啊 就自己都不痛苦 而且做的时候呢 在这个肠镜上 直接就可以把 小的吸肉就拿掉了 这个吸肉 还是应该要 高度重视的 它们发生癌变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什么 我想大家想 两秒钟 我经常想问问 大家为什么 这样我就觉得 我讲课 没有白辛苦 我要提问 你一提问 就会想 为什么 因为吸肉 长在垃圾箱那儿 长在垃圾堆里 长在那个肮脏的 屎尿里头 不在尿里边 尿在那个膀胱里 没有穿透到 大肠这边来 就是在马上 要出去的 那一大段肠子里头 那一段就是 全部都是糟糕 排泄出来 你上完厕所出来 不冲了那个厕所 别人都不能进去 你想想它 肮不肮脏 它臭不臭 它是腐臭的 可是 当你没有把它排出来 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带着它 十几天不大便的人 多的是 三天不大便 都算是正常情况 这就是现代人 现在的人 全民结兵 不是全民结兵 本来应该一天三次 或者最少大便一次 不能在肚子里 过夜的东西 一带 带上十几天 新的老的混在一块 都不把它拉出去 它们在肚子里干嘛 发酵 还有坏的细菌产气 肚子胀 想放屁也放不出来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可怕的 这些臭气 慢慢地在我们的心里边 在身体内部 心里边迷迷茫茫 头顶上昏昏沉沉 都是因为身体里 有很脏的气 在争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排便 每天至少一次排便 要当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 你爱不爱生命 爱不爱自己 爱不爱家人 把大便搞干净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如果每次都有问题 你就问医生 我的肌肉有多大 有多少个 在哪个位置上 他们如果说不太大 那你帮我割了吧 如果很多割不完了 那不行 就切掉那一段节肠 都值得 这就是我的建议 我现在还得要 往上看一下 海上面有好多问题 还没有回答呢 现在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奶酪油 然后下面的问题是 老人牙不好 蔬菜打成枝吃 是否就没有纤维素了 老人没问题 老人可以打 老人可以打 但是呢 他的牙不好 不是没有牙 不是没有牙 如果真的能修 给老人修 还有一个呢 给老人补钙 我说实在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牙齿不好 是因为我们缺钙 很多人的牙 看起来没有一个洞啊 可是一点凉的不能吃 一点烫的不能吃 一点点酸的都不能吃 一点甜的不能吃 稍微吃点凉东西 都能疼得跳起来 为什么 牙齿是钙 构成的骨骼的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骨骼呀 就像我们的墙一样 是砖的 结果这个砖呢 天长日久 已经净是缝了 但是还没看见大洞 都有好多缝 缝能进去 肉眼看不见洞 这就是我们牙齿 特别敏感的人 你好好补钙 补完了以后 肯定敏感的症状 都会消失 老人家牙不好 首先该补的补 该修的修 牙不好是老人的痛苦 吃东西很造罪呀 那么一个是蔬菜打成汁 再一个呢 给它吃的时候 把菜给它切得很细很细 给它炖的稍微烂一点 给它吃也行 打成汁一定是拿热水 来打这个汁 要不然汁是冰凉的 冰汁是冰凉的 打的时候可以拿那个比较 偏烫一点点 不能是开水 开水就不太有营养 可以的 可以的 老人是另外的一回事 还有一个说 老师中国人食人久治 老年人有严重痔疮怎么办 对这是刚才一个问题 被打岔过去了 对不起 中国人食人久治 老人有严重的痔疮 首先保证大便一定不能干燥 老人大便干燥是不好意思说的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告诉孩子们的 嫌麻烦孩子 甚至如果不是跟着亲闺女住在一块 不好意思跟媳妇说 跟女婿说 怎么能说出来 不说的 所以首先解决 问老人大便干燥不干燥 90%的问题下 是大便干燥的 如果过去干燥已经成这样了 那么现在就保证它不要干燥 我们都会想办法 除了食物的饮食以外 还要想办法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这个痔疮太严重的话 就得去手术 但是加拿大的痔疮手术能做成什么样 我不敢保证 我还是感觉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痔疮多呀 所以他就很熟练呀 那么基本上痔疮手术还是做的把握比较大的 加拿大的人 他们吃肉啊 吃油啊 他们可能痔疮比较少一些 做这个手术的人少 所以大便干燥首先要解决 其次就是食物的问题 食物里边多给油脂 多给他吃点那个油 就是浇到菜上啊什么的 吃面的时候 把那个橄榄油直接浇上去也行 或者是芝麻油香油 都可以 下面是有人问 屁多是什么原因呢 屁多是哪里来的 我们想想好不好 肠道里边产气嘛 产的气 有一个气是什么来呢 是自己的食物吃的不好 不消化 它发酵了在里边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有一些坏细菌 它就是本身就是可以产气多的 那个坏细菌 它就是坏蛋 你就得把这些细菌给它压制下去 我们不要吃抗生素 把它们杀死 杀不死 杀完了我们嘴巴每天张着嘴 吃东西吃到肚子里 又带很多细菌进去 我们的消化道 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 这边进那边出的 你不要拿抗生素去压 它这些藏盐呀什么的 紧急的都可以压进去 慢性的压不住的 一定要保证身体 要提高自己身体的体质才行 那这个像你说的这个屁多 是最近短期内的吗 那就是可能受凉了 注意脚底下穿暖和一点 有的人现在身上夹衣服 脚底下穿的很薄的鞋子 难得就要穿暖和点 穿后线袜 裤子呢腿上不要受凉 腿上受凉了肚子就会胀 首先要保暖 再一个呢就是 一定要给自己呢 看看是不是大便干燥 有的时候呢 肚子里胀了好多的气 不是每天大便 可能三四天才大便 所以那个气就积攒在肚子里面了 很难受的 这样子 一定是有问题了 所以看大便干不干燥 然后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细菌太多了 这个情况适合于用大量的益生菌 就可以改善益生菌 下面有一个朋友问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了 这是哪位朋友问的 姓韶 韶老师对吗 James Jenny吧 还是James James韶 那韶老师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因为后面还有问题呢 你要不问我就答下面一个人了 韶老师 好 那下面的朋友在问 多大年龄应该补钙 经常抽筋是不是缺钙的表现 首先说经常抽筋肯定是缺钙的表现 你只要把钙补足了就一定不会抽筋 还有一个抽筋的可能性 本来就缺钙 然后又站在冰凉的瓷砖地上 在厨房里切菜 在洗手间洗衣服 站在冰凉的地上 穿着脚趾头都漏在外面的很薄的拖鞋 在这个秋天快来的时候 这就是你脚下受了凉 它就更容易抽筋了 你首先保暖 然后补钙 补钙不是一天能补的 把脚底下换双鞋 穿后线袜子 那是立刻就可以改变的 多大年龄可以补钙 从小孩子出生 就妈妈喂奶的时候 哺乳的女人就该补钙 在怀孕的时候 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就应该吃到 他妈妈的血液送来的营养 不是吃的 血液里自动通过脐带流进去的 嘴巴不会吃东西 就开始妈妈身上就开始补钙 在孕的怀孕期间就要补钙 哺乳期更得补钙 然后呢 在小孩子 从小孩子从小到大都要补钙 因为现在的人类没有不缺钙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到处都是酸性的机会大 酸性的 腐败的 肮脏的 这都是发酸发坏的 不是碱性的 不是碱性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吃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缺钙的 我们的钙从哪里来 就是从我们从地球表面的 营养土层里面来的 而现在我们用的 这个大量的农药化肥 特别是化肥 没有化肥 蔬菜长不大 那化肥长不大的话 他们要用人造的化肥 化肥是什么东西 什么成分 蛋 磷 甲 三样东西 蛋磷甲 我们的大棚菜 种的蔬菜 种的粮食 上的化肥 主要就是蛋磷甲 这三个东西 那么这个甲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呢 适合我们的钙 要来抢同一个位置的 这下明白了吧 就是我们吃的甲多了 钙进来了 吃了多少也补不进去 被甲占了位置了 所以要吃好的钙 质量差的 很粗糟的 不容易水解的 你把买回来的钙 放到水 放到那个杯子里面 透明的玻璃杯里 倒上一小杯水 把钙扔进去 如果放了十分钟 它还能够有形状的话 那个钙就基本上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吃进去是 基本上是浪费钱 和浪费时间 耽误时间 耽误了你的问题的解决 所以补钙是很重要的 那有的人说 那我们吃那个猪骨头 我天天炖骨头 一家人都喝骨头汤 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呢 他们有人跟我说笑话 说也是开玩笑 说有人告诉我说 不要拿猪骨头汤去补钙了 为啥呢 说那个猪现在那么快 几个月就出槽了 过去得喂一年呢 一年杀一次猪 现在几个月就出了蓝了 出蓝就宰了 那个猪 听见我们拿他的骨头来补钙 猪都笑了 猪说我都缺钙呢 你们还拿我的骨头来补钙 你能补什么钙呀 这就是他们说笑话的 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 这个生态的环境 酸性的情况太大了 钙是一个碱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补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人人都需要补钙 特别是牙齿 爱发酸 发敏感 这都是该补的 下面说猪油可以吃吗 猪油当然可以吃了 我们吃的那个butter 来加面包的那个 一天到晚要加面包 吃butter那些人 我不太吃那个东西 这都可以吃 但是我认为呢 就是香喷喷的 你吃一顿可以 但是你说 你要经常拿猪油来 来做这个炒菜的油 或者是来替代你的butter 我觉得不选这个油 因为猪油实在是 比较太不容易健康了 我觉得不选择吧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理由 但是我认为呢 因为猪呢 是吃饲料的 猪的料是什么料他都吃 什么料都吃的 说实在的 像中国的北方的 西北的那些地方 他们的那个猪是在 在厕所里面的 就是土 一个小土院子 小土房子的背后 那个土院子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人就在那里大便 大便完了走了 猪就把那个给解决了 是这样 所以那很多的 不太好 不太干净 不吃这个猪的油 不吃它 可以吃点肥的猪肉 特别香的时候 你很想吃的时候 一个礼拜吃一次 什么完全可以 但是不要大量的 天天都是很肥的猪肉 不要这样吃 下面有个朋友问说 老师入秋的时候 胃时常痛 是什么原因 哈哈又碰到 上面那个问题了 上面有问 屁怎么这么多呀 还有呢 说这个胃怎么疼呀 我认为入秋的时候 寒气来了 寒气来了 寒从脚下起 所以赶快穿 长筒的全棉的 起码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棉花的 不是纯尼龙的那种丝袜子 穿厚底的运动鞋 这样呢 就不冷了 如果出去早上锻炼的时候呢 没有厚裤子 你可以拿一个长的上衣 你毛衣把蓝腰一裹 把两个袖子 很近的在胸前一拽 就像藏族人一样 藏包跳那藏族舞的人一样 把它裹在你的身腰背后 你的屁股带 还有你的两条腿 连膝盖都保护上 等到你走热了 身上有点汗了 有点冒热气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 这样你就保护你的腿和脚 不要受凉 不要受凉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你必须要 因为我们的脾经 它都是从下面来的 肾经脾经膀胱经 这些都是从下面 都要从我们的背后走过去的 我们两条腿在下面 暴露的太久 是受凉的原因 这是很重要的 秋天到了 你不感觉 但是要注意 又看到那个 你还能问一个问题吗 那个姓韶的朋友 我再往下走了 下面是赵老师 这个是请问多大年龄 开始不改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真的是入秋 穿了很暖的衣服 还疼的话 那我们再商量一下 再一个喝热水 每天回家喝热水 不要再喝凉水了 冰的东西坚决不吃了 很凉的那些水果 冰箱里拿出来的 就不要吃了 想吃提前两三个小时 或者头一天晚上就拿出来 早上起来就吃水果 早上起来吃的东西 头一天晚上要拿出来 不要冰箱里拿东西 直接吃这都很重要 下面是做肠镜 如果有吸肉 就直接给摘掉了 然后下次做 又有新的出来了 如何预防 好 那这个就是这么说了 你能长出这个吸肉来呢 一定是你的肠子 肠子的内环境 我们的大肠 吸肉石一般是长在结肠上的 就是要排出去的 等待排到垃圾对放站的 那些那个部位的大肠 这个地方能够长吸肉 就是属于在那个肥沃的这个垃圾 垃圾里边 长出来的脏东西 它拿掉了 但是环境没有改变 那么那些已经长了小根 还没有冒出土的 土地的地球表面的 那个根扎在土里边的 那个吸肉接着就出来了 那你把它再拿掉 还会再长出一个来 很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呢 要清理肠道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吃纤维素纤维素呢 如果有条件 就买好的那种纤维素 不被人吸收的那种纤维素 要没有这个条件呢 你就经常要吃 第一个吃水果 水果吃完了就吃蔬菜 特别是绿叶菜 绿叶菜里边就本身 菜杆子菜叶子上 就有很多的纤维素 每一顿至少都要吃到 生菜都应该吃到二三两 二三两的样子 二三两的样子 就是炒下来 你一个人就得吃 你把你的两只手捧起来 微微的捧起来 这么平平的这么一下 微微的这样 就是你两个手捧起来吧 这么满满的 这么平平的一捧子 这就是你煮熟了的量 一顿吃下去 把肠子搞干净 再一个呢 如果你要怀疑或者担心 你的吸肉将来会不会 有恶变的潜在的这种风险的话呢 那么就应该吃什么呀 葡萄籽精华素 我们刚才说葡萄籽油是好东西 是因为葡萄籽是世界公认的 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 有几十年的历史 公认了葡萄籽精华 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因为吸肉也好 癌症也好 它们归根结底都是 被那些能把我们身体氧化的 自由基侵害的结果 现在所有的我们基本上 人类的这些吃药也治不好 这些很难为嫩的这些病 大部分都是自由基侵害的结果 而葡萄籽精华就是一个 最好的抗氧化剂 这个我建议你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下 一点也没有什么痛苦的 价钱也都是很能承受的 下面有一个是 老师手脚肠补暖 吃什么好 手脚肠补暖 给你个建议 你可以到中国超市 中国超市 那些大部分都有 到它那个卖木耳 卖木耳 卖百合 有杏仁 有还卖点党生的那些地方 还卖北芹 北芹 北芹就是黄芹的一种 北芹还卖大红枣 你可以买那个大红枣回来 小枣也行 小枣很便宜 很便宜 可以买一大包 Costco 我看是哪里 不是Costco 看中国超市有卖的 因为枣呢 是补血补气的 手脚肠补暖 肯定是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 体质比较弱一些 那首先呢 就从食物上开始进行补充 那吃那个 吃那个大骨头汤 经常的炖猪骨头汤 猪骨头汤的肉 每一顿吃骨头汤 拽一块肉吃吃 然后呢 在里面放上淮山 新鲜淮山也行 就在那个中国超市 那个柜台上 买干淮山也行 然后大红枣 一块扔去 然后再买一点那个甘草 能买到甘草 扔点甘草 还可以放点胡萝卜 红红的甜甜的 放点大枣 汤也是甜的了 然后淮山多放一点 淮山是补脾义气的 补中义气的好东西 我们尽量食疗来解决 大红枣 真正的补气补血的好东西 然后呢 放点北芊 好像一片片树 树片片 树枝上 皮成一片一片的一样 很硬的 北芊煮完以后就扔了 但是别的东西煮完了 都能吃 都能吃 详细的我们下次 可以再详细了解 现在你就可以这样炖上它 然后放上一些姜 放上姜 还放上一些洋葱 经常从外边一回来 就喝一碗这个 捞出来 把那个北芊呢 新鲜的北芊 一块多钱就能买一条 一根 你可以把它切成 大象棋子那么大个 炖到里头 从外边回来 又饿又累又冷的 天慢慢凉了 捞一碗骨头汤 然后带一块骨头 敲骨气髓 把里边的骨髓也吃了 然后呢 带上三四块北芊 然后再带上四个大红枣 连肉带皮嚼得碎碎的 嚼不碎就把皮扔了 能嚼碎 连皮带一带肉都吃了 还可以扔一点那个山楂 还可以扔点山楂 现在我们的时间到了 下面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我们 这些问题我都保留下来 好吧 我们继续再来回答 继续回答 这个太多问题了 看那今天是讲不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老师这样 您现在还有时间 不过看你这已经想了两个小时 也很辛苦 我没事 我不辛苦 你看看 那个是这样 这个大家就是说 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进刚刚我说 营养和健康群 这个群已经满200人 已经超过200人 不能扫门 只能是拉你进 就是不在群里面 可以拉你进去 这里边呢 胡老师在里边 有什么问题在里边 也可以在里边留言吧 胡老师有时间 也可以沟通 或者下一次呢 反正一次 每周一次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也比较通郁 下次提也行 在群里边呢 最好在群里边呢 能进群呢 进群给留个言 也可以 胡老师有时间了 也可以在群里 给大家沟通 这个上面这个是 那个过渡群 就可以上边进这个群 你里边声明一下 你说你要进 营养健康群 然后来就给你拉 你加一下这个群主 或者群管的微信 都直接给你拉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补充一下 不好意思了 是第一次讲课吧 第二次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问的 他说呢 左旋维生素C 是和右旋维生素C 有什么区别 我好像记得不太清楚了 时间长了 我想简单再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呢 不要拘泥于左或右 左旋维生素和右旋维生素C 是说的是维C 维C 就我们平常说的维生素C 新鲜的蔬菜水果里 含有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人体最需要的维生素C 但是左旋和右旋呢 是在100年前 100年前的一个德国诺贝尔奖金的 一个化学家 他呢 想把一个立体的 就像我们手里拿了一串葡萄一样 立体的 想在一个平面的图上 把它显示出来 把这个位置 这一个一个葡萄痘痘 它们都是不同的化学元素 他想把它显示出 它在哪个位置上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用了一个左旋 有这么个意思在 但是右旋呢 就不等于说右边是什么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没有这个意思 他这个的解释 有好几个解释 一个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还有人说呢 左旋维生素C呢 是可以穿透皮肤的维生素C 那要是右旋了维生素C呢 就不能从皮肤穿透了 不能皮肤穿透 你就吃到肚子里就完了呗 总体的来讲呢 还不太好分说 哪一种就是左旋 就是右旋 因为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左旋维生素C和右旋维生素C 不是真正的两类 而是两类之间的一个变换 右旋维生素C 实际上是只有两个枪机 那两个枪机呢 在转换的过程中不见了 但是呢 又是随时还可以返还回 像左旋维生素C一样 具备四个枪机的 就说它是一个变换动态的东西 不是固定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也就不太好去拘泥它了 也许再去好好搜索一下 能搜索到什么信息 我们再给大家汇报 目前来讲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总而来讲呢 左旋维生素C 是不是就更稳定一点呀 它不变换吗 还没到变换的时候呢 或者呢 它容易穿透到皮肤啊 那就好了 外用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点呀 不光是吃了 但是总而言之 维生素C是我们人体 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没有它 我们人就会流血而死 那就叫坏血病 那在一百多年前的旅行 那个海员呀 在海上大量的死亡啊 就是发现 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了 为什么 因为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不能够长期的放置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冰箱吧 可能是吧 所以就没有办法吃到 那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人类 如果我们的世界上 有那么多的动物 只有我们人类和猿猴 我们是灵长类的 人类和猿猴 还有大白鼠 还有一种非洲的 一种水果蝙蝠 就这四种动物类 它们不能够拿身体里边 自动的转换维生素C 你看其他的动物 它们不吃绿色菜死不了的 它们不吃水果没关系的 它们活得好好的 不吃草都行 不吃绿叶 但是它们的身体吃到了任何别的 它们吃到的食物 它们的身体里有一种煤 可以把它转化成维生素C 可是我们人类这么聪明 这么完美 我们就是不能拿我们吃到的别的东西 转化成维生素C 一定要天天吃 一定要吃新鲜的 不新鲜 维生素C已经适活了 所以就不要拿它去轻易的把它打汁 把它使劲的煮 炖那些青菜都煮成黄叶子了 哪有维C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的缺陷呀 是我们人类缺少一种转化维生素C的酶 我们和猿猴 还有大白鼠 还有非洲的水果蝙蝠 这四种动物 不能转化维生素C 而且维生素C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我们身上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维生素C 而且维生素C不在身体里储存 不能保留 很多的维生素身体里像钙 我们使劲吃啊 吃多少年 你一辈子都在吃要累积它 维生素C不行 只要超过了它的浓度 它就自动的排泄出去了 一毫升 每一毫升的血液里边 维生素C不能超过1.02毫克 一毫升血液 不能超过1.02毫克的维生素C 你就是拼命的吃 你一次吃一瓶子维生素C 它都能给你尿出去 不会不太会 我不能说不会 我不想说那么绝对 但是总之维生素C 吃多了 不会有任何严重的伤害 最多可能拉的大便多一点 仅此而已 我们要好好的补充维生素C 特别在新冠病毒这么猖虐的时候 好好的补充维生素C 可以去买维生素片 也可以去大量的吃新鲜的维生素C 就是这样 后面还有好多问题 我们今天已经时间到了 太多问题了 答不了了 下次我们再努力解答 有答的不对的 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 我们再好好的修改 好好的改正 好 下次我们希望大家 再带更多的朋友来 有这么多的问题 说明什么 说明有这些知识的需求 这里哪里是知识 这个知识不是数学知识 物理知识 这个知识就是知道了 就是知道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听到了 知道了 下次忘了 忘了再听一次 又知道了 听上几次 我很熟练的 很深透的理解了 要多听几次才能理解了 然后最后很熟练了 就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解决你的孩子的问题 你自己的问题 你老人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拿它来 指导我们的生活 也把你们的经验 交流给别人 我们互相互通有无 好吧 祝大家健康 好 我们下礼拜见 也谢谢老师 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再见 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老师 谢谢林主席 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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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九点钟 九点钟 二胡 一个老师这边 主要老师这段 活用的比较多 而且 二胡这种教学的方式 可能不太理想 效果也不太好 暂停了 二胡学习暂停了 从今天开始暂停了 这个九点钟呢 我们是一个 四季沙龙 每周一次的 还是一样 像这个营养与健康一样 每周都是一次 这个四季沙龙 大家呢 这个好像周末了 大家感兴趣了 想参与了 想春天了 都这个九点钟 这个 还是在这个周末上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谢谢每一位朋友 发过来的感谢 虽然字迹不多 但是你们的心意 我领会了 非常感谢 我也很开心 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 互相来帮助 互相的沟通 然后我们团结起来 把健康的责任 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把家里的人的安全 健康 幸福 放到我们的心里 拜拜 和胡老师讲的确实很好 确实很好 大家也很辛苦 谢谢 谢谢胡老师 谢谢胡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 下个星期再见 好 下周 下周 下周这个时候 营养与健康 还是这个时间 主席 主席想问一下 这个 这个 应该有健康 是 第几次了 讲座 现在第三次了 我这是 第三次了 把回头 这个胡老师讲的确实很好 回头 我们可能三次都没有发吧 回头我们把这个 这三次的录像 包括这一次的 有些可能来得晚一点 都发到群里边吧 发到群里边 就营养于健康群 大家不在那群里边呢 刚刚说了 就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先扫进去 你说进那个群 可以加一下 加一下群主或者啥 这么一下 都给你拉进去 这也会一直减下去是吗 那看看胡老师吧 不要他有时间 我想先要讲的健康方面 讲的问题也是很多 确实在讲的很切合实际 这是从七点开始的吗 嗯 从六点开始的吗 两个小时 哎呀他都讲了 两个小时 说了不好意思 让他继续讲了 已经讲了 从六点开始 所以呢 挺好 每次都是六点开始到八点 好 谢谢 讲得很好 讲得很切合实际 讲得也很好 大家确实很受益 是郭老师还是胡老师 胡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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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胡对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